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丁颂元神父 今天是长年期 第一周 第一周 第一个礼拜 星期六 今天的福音是 马古福音第二章 第十三到十七节 很短的福音 不过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可能大家有印象 记不记得有一次 耶稣在跟群众讲话的时候 他遇到一个税务员叫做勒威 勒威讲来 勒威就是我们写马斗福音的那一位 我们现在叫他马斗 那么他看到他 他是一个税务员 就是大家 尤其是犹太人最讨厌的人 因为他们是拿犹太人的钱 他们的税 给罗马帝国 等于是好像有点出卖自己的弟兄 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 所以很排斥他 不过耶稣他看到勒威 那个税务员 他说 请跟随我吧 然后这个我想勒威 马斗一定很吓了一跳 他怎么会要我跟随他 大家都看不起我 他就跟随耶稣 以后耶稣在勒威 在马斗的家吃饭的时候 也当然有他的朋友 其他的税务员 而且其他的一些大家认为是罪人 跟他在一起 那他的门徒 还有一些其他的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的什么反应 他怎么会跟随人跟睡屋员吃饭 这个是不应该 他们就开始判断耶稣 那么耶稣他很会说服他们 他说告诉你们 我来的不是来救这些已经得救的人 是来救这些需要我的人 睡屋员 罪人 社会边缘的人 被别人排斥的人 那我问你 你自己是不是像这些教友 或是像耶稣 我是来接纳所有的人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 都要问自己 而且我觉得天天都要问自己 因为我们很自然的能够排斥那些 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行为不一样 命运不好的 或是觉得有一点可怕 这些人 我们要想一想 没有人 就是我们没有资格判断任何人 我们可以分清楚 这种行为我们不赞成 这种罪我们不赞成 不这个罪人 我们不要判断他 我们要接纳他 爱他 就是借着我们自己的 慈悲的心 爱心 来让他能够想清楚 如果他有一些要改善的地方 这个爱能够改变别人 批评 骂 排斥 不能够改变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天应该反省的事情 而且可能有时候要去办一个告诫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有错 我今天看了 默想看了福音以后 两个影像都跑到我的脑海里面 第一个是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我希望你们都会变成一体的 我的祈求 希望你会变成一体 one body 一个身体 这个也是希望所有的人类 也可以慢慢地走向这个理想 变成一体 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都是天主的孩子 那有的人可能是很强壮 像一个身体上的肌肉 可能有的比较软弱一点 像一个指甲 有时候这个指甲可能坏了 它还是很珍贵 我们要照顾它 每一个人在天主的奥体 身体里面都有它的 它的重要的教色 第二个影像就是 最近我们在拍 哈罗教宗 Oh my God 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拍了一段 让我很感动 很多人到罗马去访问教宗 其中里面有一个女孩子 她问教宗 她说 我的教会的团体排斥我 不让我进去 我不了解为什么 可能是我的外表 可能是我的行为 可能是我的背景 或是我的生活方式 怎么办呢 那个教宗方几个 他 看他 他说 他又摇摇头 他说 如果我跟你讲真话 我实在的感觉 可能有人也会批评我 不过我告诉你 如果一个教会的团体 我是一个教堂 排斥别人 不接纳所有的人 这个教堂应该关门 没有资格做教堂 没有资格做一个基督徒的团体 这句话很严厉 很少听到 很少听到讲那么严厉的话 不过他 很相信 天主的人事 每一个人都有资格 受到天主的人事 天主不会排斥任何一个人 慈悲念就是让我们想到这个 这个真理 那么最近教宗也是说 没有一个罪是不会被教宗宽恕 包括这些严重的罪 像杀人 堕胎 以前我们觉得是非常 就是不能够原谅的 这些天主就可以 可以原谅这些罪过 我们也应该原谅 宽恕这些罪人 爱这些罪人 他最近也是特别提醒 他公开的 像这些以前教会 好像得罪的一些团体 或是可能批评的太厉害 或是甚至于排斥的团体 有的是宗教团体 有的是生活方式的团体 像同志们 他公开的说 他代替教会跟他们道歉 他说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爱你们 我们接纳你们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你有接触 我觉得我们的教宗方 这个真相耶稣 他不想一个判断 他不要我们判断 最近我们台湾的教会的团体 基督徒的团体 也有一些争论 尤其是关于生活方式 有的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 是绝对不可以有的 这个还有一些人觉得 这个方式是现在的一个去向 我们可以接纳 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 我有时候我们对对方 不跟我们同意 或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批评 严厉 太严厉一点 会产生分裂 会伤害别人 我希望大家今天看今天的福音 每一个人会做一个反省 耶稣会这样做吗 我们的教宗会这样做吗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大方一点 我们可以讨厌 那个不接受某一种行为 不过人我们应该接受 大家做一个反省 然后就添出给你一种歧视 叫你应该怎么做 好 今天天出江湖 每一位再见